关注的是大家都看到了美国新冠的确诊率 住院还有死亡人数不断的创下新低 但是呢一个传染力更强 源自印度的Delta变种病毒 在美国的确诊率里面占的占比 目前已经超过了6% 专家表示呢要完成两剂的辉瑞和AZ的疫苗施打 才能够完全有效对抗Delta变种病毒 现在全美的接种数 因为大家认为已经快到群体免疫了 每一天呢好像数字又不断的往下滑 甚至美国出现了1100万剂交生疫苗 还被冰在保存柜里 就在6月下旬即将到期 那么美国现在呢施打疫苗的速度变慢 那么也让7月4号国庆日成为一个 到底能不能够达到群体免疫的悬念 这种担忧又冒了出来 美国重新增确诊率 死亡数字再到住院人数持续创下新低 但施打疫苗的数量却也跟着奏减引发担忧 目前美国人有将近1100万剂的交生疫苗 还冰在保存库里等不到人施打 而到6月下旬就要过期 由于先前传出血栓风险疑虑 让美国在4月暂停分发交生疫苗 因而产生大量库存供应过剩 因此现在不止交生在研究 有没有延长孝齐的办法 美国联邦食品级药物管理局 FDA也正在进行评估 如今随着夏季旅游潮蠢蠢欲动 美国CDC也再次修正了国际旅游指令 把冰岛以色列和新加坡等33个国家 列入低旅游风险的类别 台湾则继续维持低风险的等级 不过专家警告还不到放松的时候 这个源自印度的Delta变种病毒株 破坏性和传染力都比来自英国的 Alpha变种来得更强 目前在美国确诊力的占比 已经超过6% 隔海的英国也同样为Delta变种所困 9号单日新增确诊人数 又飙上2月份以来新高 达到7540人 让英国首相强森产名 必须等到最后一刻才有办法决定 能不能在21号如期全面解封 至于在亚洲的新加坡 自5月初就传出Delta变种入侵 至今已有550人感染 成为目前当地的主要病毒株 只是面对来势凶凶的Delta变种 该怎么防 专家这么说 与此同时 美国华府最新同意 打算斥资12亿美元 向美国默克药厂订购一批 对抗新冠病毒的口服药物 总数达到170万剂 这款药物主要以治疗初期 没有住院的患者为主 每隔12小时服用一剂 并以5天为一个周期 美国卫生部表示 默克计划在全球招募1850名自愿者 参与大型的后期测试 假如测试结果证明有效 将会向美国监管机构提出申请 作为紧急使用 目标今年下半年获得批准推出 只是如今新变种病毒来得又快又猛 最有效的自保办法人士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